去美国枪制暴力当案网站,2018年1月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,2017年全美2.2万人使用枪制自杀,高于死于枪制他杀的1.5万人人,新华设计者有利尾设。 近期,随着纽约设计师凯特斯贝和民主安东尼伯登的自杀身亡,美国的自杀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。 有观点指出,虽然美国在宣传中总是自夸人权和自由,但相较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,它的高自杀率正暴露了体制方面的问题。 相关研究表明,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,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,美国的自杀率不断高涨。 近日,亚特兰大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,过去近二十年时间里,美国几乎每个州的自杀率都在上升,自杀已成为美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。 其中,1999年至2016年的美国各州自杀数据表明,全美自杀率总体上升25%,万数州升幅超过30%,从种族来看,白人自杀率最高。 从性别来看,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到5倍,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自杀率,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,在过去十几年中成普遍下降趋势,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。 在2000年至2012年间,西欧13个国家中,有12个国家的自杀率有所下降,平均降幅在20%以上,比如奥地利,自杀率在这段时间内,较低了29.7%,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大及福利保障投入的不足,导致其国民的经济焦虑剧增,带来自杀率的升高。 2017年,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刊文指出,失业者的自杀率为1.15%,而拥有工作者自杀率为0.54%,家庭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人,自杀率为1.67%,而来自年收入高于2万美元的家庭的人自杀率为0.83%,研究表明, 这种经济焦虑与美国的贫富差距有关。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里,美国最富有的1%的家庭,平均收入增长了2.5%,百分好,足足是美国其他家庭平均收入的10倍。 而且,这种差距还在与制剧增。 到2013年,这一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25倍,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高,自杀率也就越高。 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外,美国社会保障的不断弱化,是其国民自杀率不断产生的另一重要激素。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比较中显示,美国在社会福利投入方面,明显低于西欧国家。 它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,只占国民生产组织的18.8%,百分好。 而经合组织绝大部分成员国,在该比例方面,都达到25%以上。 美国维恩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史蒂芬斯·戴赫串文指出,有证据表明,美国日益上升的自杀率,与社会保障王的不断弱化有着密切关系。 另有研究发现,在1960年至1995年间,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削减,而这一时期的自杀率显著上升,1990年至2000年间相关的研究中,也显示出这种对应关系。 因此,社会保障的缺失,使很多美国中年人,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,最后因对生活感到彻底绝望而走上自杀之路。 另外,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的不作为,也令自杀更易实现,间接加剧了自杀率的升高。 美国医学会主席朱利卡雷尔教授指出,枪支是自杀者最常用的方式,疾控中心数据显示,自杀案件占到美国枪支死亡二件的三分之二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仁征认为,枪支被产生自杀念头的人提供了一种获取便利,痛苦较小,成功率高的致命工具。 这些人从产生自杀念头到采取行动,很可能只经历了极短的时间,根本来不及深思熟虑,便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最新在线调查,美国39%的成年人比一年前更加焦虑自身的安全、健康、财务、政治和人际关系等,而美国社会的部分专业领域人士也呼吁公众要更加重视自杀现象。 这些都说明美国的社会生活环境还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。 参见,西征网,美国自杀率不断上升成第十大四因,美国自杀率高涨凸显社会危机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